6月27日由陈坤主演的《选择爱音乐互动》微电影在京举行了发布会 这几年一直在行走中的陈坤如今终于回归的大荧幕 在微电影中陈坤饰演了一名屌丝IT男 发布会当天陈坤还现场演唱了该电影的主题曲 歌手演员作者行走这些年陈坤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多 如今又去了快乐男生节目担任评委 至于上文杰透露陈坤在录制现场十分心软 对选手爱护有加 发布会当天当陈坤被问到是否是一个心软的评委时 没想到陈坤却现场调戏起了女记者 其实说起来这并不是陈坤第一次调戏记者了 早在今年三月份陈坤在参加某公益活动时 当被一名男记者问及到世面质量如何时 陈坤竟然开启了要不要和他睡一次的玩笑 难道陈坤就真的特别偏好这种交流方式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朋友 就只要在一个平台上站着 对于我的都是新认识的朋友 那我不需要去表演成一个演员的样子 跟你们说话或者是变成一个套话 因为演员太会打太极了 也太会说让你不着编辑的话 那我就很直接跟你开开玩笑 我就要开玩笑 但是你认为是调戏 那你调戏调戏调戏我 说起来陈坤这两年很少拍戏演唱 一直关注于由他发起的心灵公益建设项目 行走的力量 陈坤呼吁所有人关注自己的内心 追求最原始的幸福 据陈坤透露 其实他选择当快乐男生的评委 也跟这个公益活动有很大关系 我是非常的感谢湖南卫视频 他们会在我们他们的片头 在我买不起的时间段 会给予我们播放行走的力量宣传片 这个对于我来讲是比陈坤 他去不去做秀 他去不去赚这个钱更重要 所以我很感谢有那么多受众和 和播放率的一个电视台 他们在最火的一个节目里面 因为我去 他会会给我 可以帮我们行走力量的宣传片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陈坤买不起 我感谢他们帮忙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我也没有很多钱了 所以我要回来赚一赚钱 也很重要